我是輝納資本管理組合經理龍飛雲 我是輝納資本管理組合經理龍飛雲 昨天恆生指數跌了587點 而各指跌了358點 大家跌幅是差不多 但成交增大到700多億 很可惜的藍籌成份股的成交量只有32% 在我們過往的統計裏面 如果是低位去到40%為之好 即是暗示些甚麼呢 即是大戶覺得低位不是低位 可能未來之最後低位會出現 大家需要留意的 而近來我們看到國企的走勢 就比恆子再弱些 亦都看到有機會形成四個底 我們期望是有這個情況發生 在9000點希望有個支持 因為我們看近半年 國企在9000點很多時去到這個位 就會升上來 如果不幸運 今次國企要跌穿9000點的話 有機會國企應該會跌到8000點左右 跌幅其實也挺厲害的 大家需要留意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看到期權資料上的put option 凝固期權最大成交 近昨天來說 竟然有部分放在8000點 即暗示大會可能會部署跌到8000點 而恆子有機會在21000點跌穿 應該會可能跌到2萬點 是不出奇的 牛症的分部 看回 熊仔比牛仔的比例 是1比1.4 牛仔來說是多了很多 並且最大的倉位 暫時在21000點附近 要跌穿 不是那麼困難 只欠80200點左右 跌穿了之後 我們會直接看2萬點是不出奇的 但到2萬點我們又不是那麼擔心的 因為始終之前的成交率 在2萬0500點附近的 藍手成交是比較多 即暗示大會在這個位置 是願意吸納的 但當然 如果比較保守投資者 看看當時的情況 是否成交是增大 才可以再吸納會安全一點 我們是比較 在農曆新年之前 我們是偏淡的 但我覺得市場現在來說 是一片是向淡 大家應該快想一想 是否應該儲回A股 或者一些證券股 證券商的股票 好像香港是388 內地來說是681 6030這類型的股票 接著到新股 近日有隻新股上市 就是1565 誠實外語教育 雜資下是1834萬 很可惜的地方 近來市場氣氛不好 市場近來的雜資 暫時看到日飛的情況 並不易烈 亦都有一個缺點 缺點就是PE很高 47倍至63倍的 如期上市情況 這件事比較令人擔心 不過它亦有一個好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的業務 主力是外語 有教材 並且有中小學和大學的課程 它有自己的學校 這方面令人有一點幻想空間 亦都值回國賊 就是我們未來自己的國賊 就是一鞋變兩鞋 幾年之後 那些孩子要上學的話 對外語的要求也很高 我想這方面 但是很可惜的地方 就是它業務的增長 這幾年就不是說很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在這方面